坐 想喝点什么 不喝了 有什么话说吧 靳远 咱们两个能不能好好地谈一下 好好谈 我们两个人怎么好好谈 是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 你恨我 可是再怎么着 你不能拿你自己的人生当儿戏吧 我怎么拿我自己的人生当儿戏了 你这么草率的跟杨农结婚 难道不是吗 那你呢 你为了钱 可以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们相比之下 你是不是很莫错 不是 秦月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不满意啊 你不满意就对了 好了好了 咱们啊 什么都别说了 这是一张一百万的现金支票 足够你好好的生活一段时间的了 答应我 别跟杨冬结婚 你什么意思呢 你用出卖自己换来的钱 去收服杨冬不行 用来收买我是吗 秦月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你是一个对生活有报复有追求的人 杨冬是什么呀 杨冬就是一个北京的小混混 你说你们俩结婚 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我对我自己负责任了 那又怎么样 我不是还是被你甩了吗 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过得好不好 你考虑过我的死货吗 你今天拿这个钱你来收买我 哎呦我真觉得 我觉得你这人真的太奇怪了 秦月 结婚是人生大事 你不管我做错了什么 你不能拿我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吧 所以你想用钱来埋回你的愧疚是不是 哎呀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活 你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 拿回去 好了 我知道 你今天来的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孩子 那孩子是咱们两个的 那我 我关心他有错吗 你有资格吗 不是你非得把我当成敌人啊 你要问问你自己啊 你想过你当时是怎么伤害我 怎么欺骗我的 我告诉你直到今天呢 你还是一个自私的心啊 你一向夺走孩子呀 你有想过当时那个女孩子被你容领完之后 现在在做你的生育工具啊 卫明 我告诉你 你所做的一切呢 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我 我既是不在乎我现在的生活 我都要让你感受一下 当时那一年还会遭受的痛苦 所以呢 你目的不会达成吧 喂 哎 哎 小姐你好 请问一下你找谁啊 我找卫总他在吗 卫总不在 要不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转告一下 不用了 谢谢啊 小姐 那你们赵总在吗 赵总在 行 哎 你找到有什么事啊 这是你的钱 卫明偷偷塞进我包里的 请你转告他 这钱我看了个恶心 我就算一辈子穷子也不可能要他的钱 收回去吧 等等 这钱你可以不要 但这是我和卫明共同的心意 他过去 确实伤害了你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他是一片好心 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要把钱送到我这儿来 你想在我和卫明之间 制造什么呢 我觉得特别奇怪 你偷了别人东西 说话竟然还那么理直气壮的 你指的是爱情吧 你认为 有谁能偷了你的爱情呢 爱情 你跟卫明之间还非叫爱情 你以为他跟你结婚是因为爱吗 自己说着都自欺欺人吧 钱是可以买来爱情的 秦月 像这样的话 就请你不要再说了 至于我和卫明怎么样 不是你能评价的 对了 我听卫明说你要结婚了 是和杨东对吧 是又怎么样 杨东给卫明开过车 也做过我的司机 挺好的一个人 祝你幸福 用不招 你还是跟你以前的司机卫明 好好地过日子吧 吃饭了吗 吃什么吃 气都气饱了 怎么了 谁又找你了 什么意思啊你啊 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什么意思 这怎么跑你手里来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你拿着我的钱去贴人家冷屁股 还不落好 你知道吗 今天在办公室 他把这张支票拽在我的桌上 你干嘛呀 卫明 你找见呢 不是 我 我就想弥补他一下 你弥补 人家领你的情吗 我告诉你 今天在办公室里 你没听见他说的那些话 他一个小黄毛丫头 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话 他怎么做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已经尽力了 那 我最起码连一人好受一点 那我呢 你光为他想了 那我的感受呢 媛媛 我跟秦月好了这么多年 现在秦月 怀着我的孩子 我为了你 我才把人家给抛弃的 我做人总得讲点感情 负点责任吧 我都跟你说过一万遍了 我确实是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你说 换成你 你会怎么想啊 你别拿他跟我相提并论 我告诉你 我不会像他那么无聊的 好 不就是钱吗 你放心 这个钱 我早晚得还 我未明做事 有我自己的底线 事情我已经这么做了 想怎么处理 自己看着办吧 哎 真的让你喷一会儿吗 给你 哎哎哎哎哎哎咋 那冬子要这这这我我我我我先回去了啊 拜拜 拜拜 你 你 你喝酒了你 你 你是不是特烦女孩子喝酒呀 嗯 还行吧 但别喝太多 我也烦 我特别烦女孩子喝酒 但是我很烦呀 你说我那么大了 我还要我姐姐姐夫给我操心 哎呀 有的时候我想我 我也是挺混蛋的 哇 那咱俩那 不是那咱俩那 那婚事还 接呀 婚事肯定要接的 知道吗 哦 嗯 嗯 那 哎 你能告诉我啊 为什么跟我结婚啊 嗯 为你 嘿嘿 也为了我 我 他不是跟那个老女人结婚了吗 结婚有什么可难的 哎 我们俩也可以结婚呀 你是我老公 哦 老公老公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老公 我想让他们痛 哎 我告诉你 嗯 没看好就让好有可能的分身孩子 哈哈哈哈 嗯 他生不住了 他们要盯上我的孩子 哈哈哈哈 畜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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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畜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医生告诉我了 说 说我还有四五个月就可以当妈妈了 宝宝 乖啊 妈妈不会把你丢下的 妈妈会保护你的 哈哈哈哈 报应啊 哈哈哈哈 没事吧 报应啊 你没事吧 啊 报应啊 靳悦 靳悦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在你转到那么长时间 帮你家里面弄了一套糊涂的 我要给你睡一会儿 这算什么呀 哎哎 酒醒了 醒了 哦 秦月 嗯 嗯 这个咱俩结婚的事呢 你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因为我 你跟你姐姐姐夫 都闹成那样了 不值得呀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看不出来 你这个人还挺细心 挺能为别人考虑的 嘿嘿 对 毕竟你们是亲戚嘛 对不对 是 我也知道 我牢着我姐姐姐夫伤心 但是你说 我也不结婚把孩子生了吧 早晚 我爸妈会知道的 到那个时候 就不止我姐姐姐夫难过了 算了 我想长痛不是短痛吧 哎呀 就这样 我已经走了 不打扰了 嗯 哎 嗯 嗯 嗯 秦月 有事吗 可是这个你看啊 这魏总啊 魏明 他毕竟是我的老板 我还是得去上班 我现在这很为难我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我真的我 哎呦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俩以前是男女朋友 而且不知道你们俩江西 这这是谁是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靠谱了是吗 这不没办法咱这商量 那你那债呢 你剩下那么多钱找谁跟你结婚啊 那么短的时间 那个 卫明人答应我了 他会见我了 被卫明收买了啊 嗯 他让你不跟我再一起 然后借给你钱是不是啊 哎 那这话呢 他确实说过 但是我不是那个 混蛋 啊 连你也出卖我 哎 你听我说 我是不想拆货到你们当中了 就是被卫明收买 你还不承认 卑鄙 我真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说话出外反而 你说过的话 但已经是个放屁一样 我算什么 啊 我满世界找到 我找不到的 我找到他之后呢 你们雷电电钱你出卖我 你胡死 胡死 我告诉你 我在地狱的门口 拿把刀等着你们两个 哎 别管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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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听我解释 我不要 秦月 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 你没有错 是我错 我我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以后不再期待了 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去跟那个处臣说 这辈子做鬼都不会放 你别别来真的 别别别 我拿着 我错了我错了 我求求你了 结婚结婚 结 我跟你结婚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没错 我对不起我自己 真的 我对不起我自己 四年 我对不起won 我对不起你 sur